后宫里不管是获得皇帝的宠爱,还是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固,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完全行不通的,毕竟后宫里冷宫的人也会受到别人的惦记。 更别说其他随时候补宠飞的人了,这时候好帮手就显现出重要性了,与其他的贫背抱团当然是一个办法,但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,大家虽然因为同一个目标聚集起来,但这个组合也很容易被打垮,再走谁也不能保证团队里的人没有私心,人心也给这样的结构增加了不稳定性。 另一个方法就是自己信任的丫鬟,奴才,皇子们从小就会有一个太监跟在身边,很受信任,登基后自然这个太监,也就成为了身边的亲信总管。 地位不一般,女孩从小也会有贴身丫鬟一起长大,这样的情谊自然超越了主仆,不过两人感情如何还是得看,小姐对丫头的态度,善待她肯定会收到更多的回馈。 但若是从打骂,想来没人会那么忠心吧,秀女们进宫的时候,家里都会为她们挑选得利的丫鬟,跟着在宫里帮忙打电,也有人照顾,只要是能做到的家庭,肯定都会这样去做。 不过家境不好的就令说了,安玲蓉家境不好,在家也不受众,没有别女跟随着进宫,所以她的侍女也是内务府分配的,自然比不上留住坏婢等人。 一般嫔妃们进宫时间长了,会为自己的压宽们安排去处,不过有的人不愿意出宫,也就成为了嫔妃们身边的嬷嬷。 皇后身边的简丘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,她总是代替皇后去做事,传达她的旨意,见到她的人就等于见到了皇后本人,后宫的人对她都很尊敬。 她其实不是从小在皇后身边长大的,而是家族的家身奴婢,当年的皇后作为家族的妻女,是许配给最后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帝的。 这也是为了家族亲生的包办婚姻,她嫁给皇帝后,自然也懂得要深爱自己的丈夫,没过多久就怀孕了。 对于这时候的女子来说,能够做母亲当然是很值得高兴的事,特别是皇家的人来说,不管怎样都能站稳脚跟以后也有依靠了。 不过一修的姐姐,纯元也嫁给了皇帝,一开始纯元的婚配对象其实另有其人,但因为种种原因,她却嫁给了皇帝,一修对这个姐姐的感情很是复杂,毕竟纯元是嫡妮出身, 自然和她不一样,当结婚的时候,她和皇帝很深爱,但姐姐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,这肯定会让她的心态失衡,为什么自己处处都比不上纯元? 纯元在皇帝的心中,美好的如白莲花一般的存在,但却不是个傻茶,一修怀孕生下了大哀歌,但没过多久孩子就要主了,皇后怀疑是纯元做了手脚,所以在纯元怀孕后, 也是有了些动作,最后因为生产而死了,也因为这样在皇帝心中,一直无法被带起,皇后做得很干净,要不是阿玲蓉偶然发现,估计没人知晓,纯元就算是离开了人世,也依旧留下了她的记号。 皇帝队长的想她,她都想要纳入后宫,这种既游的爱好都有些变态了,对皇后来说,每个月皇帝都有固定的时间,需要去她的宫中,但为什么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生育呢? 这也成为她成为后宫打开队长的一个原因,秘密就在简秋身上,虽然爱人看起来简秋是皇后最信任的人,但是皇后其实对她的态度并没有那么好,梳头的时候不仔细手太重,就会被皇后骂。 她对皇后谈不上有多忠心,毕竟她是家生路采,更多的是听命于纯元的母亲,因为她负责照顾皇后的起居等一切事物,所以要不让人发现地做手脚也很容易。 最狠的就是简秋的头发里,放了经过出力的摄箱,很多看过甄嬛传演员戏外装扮,观众都会惊讶简秋的扮演者很漂亮,但为什么这么年轻漂亮的她,却总是打扮着老气呢? 一来打扮的老气会增加她的威仪,使得其他人更加尊敬皇后,但她内心又不愿意这样装扮,毕竟她还戴着手拙,怎么会没有少女心? 这样的打扮使得,她可以将摄箱藏在头发里还能保全自己,不让皇后一亲,常年累月的摄入摄箱,皇后就算再怎么想要孩子也是没戏,之所以被这么恶毒的伤害,也是因为纯元的母亲。 虽然两人丈夫一样,但他们出身不同,离树有别,纯元还因为生产过世,想来她的母亲也不想看到,这个树出的女儿当了皇后,还生下小孩过得顺遂吧? 所以说皇后有怀孕的发子,之中,是为在怀孕,其实和成员皇后,以及整个家族有关。